朋友们咱们中国人有什么理想 中国人古代有什么理想 咱们一般读书的理想 不为良相怎么样 变为良一 所以我给注意报告 我们中国人到今天为止 我们这个民族是堕落 是在堕落的 考中国政法大学的同学 有多少人来到政法大学 报考的时候是为了社会的公正 是捧着一颗良心 要给所有苦难的人求一个公正来的 朋友们中国古代的人 不为良相都为良一 完全是指向外的 干嘛是要把自己的身心奉献给社会的 良一是治病救人 良相是治国安邦 表达清楚吗 那是读书人的理想 可是今天所有听我这个视频的 所有的年轻人都扪心自问 有几个人读书抱着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 有几个人不是光宗耀祖 不是盈盈狗狗 为了一点钱和权利 所以我们今天谈文化特别重要 我给这个甘肃省地方的某一个政府的市政府的发改委讲课 我讲十三国规划的三个三个五个创新理念 五个创新理念 其中就讲了一个协调 我说什么叫协调 我说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到今天 我们经济上看得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 可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社会风气 你看过没有 金钱和权利成了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 很多人 社会上很多人啊 说话不要绝对 很多人这一辈子追求的东西就是金钱和权利 你们还小混得好不好 年龄大的混得好不好 国家大得大不大 混得好不好 钱赚得多不多 我告诉大家 只要比如咱俩都四十岁 我已经是处长了 你还不是个处长 是个科和副处 高兴 我在你面前就有愉悦感 我一个月两万 你一个月三千 我就有愉悦感 这是一个民族极端低利的表现 一个国家堕到这个程度是很可怕的 金钱和权利成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 同学之间 我混得好啊 我是学生会的什么干部啊 有一次前几年我还在学校里当学生 学生在学生管理工作 我还做过一段 我也是到某一个学生组织里面去 那有的小孩 我告诉你 那坐着 敲着人头坐在那里 学生喊他的名字 马上纠正 不 要喊部长 不是你谁家的长啊 这么小的小孩 大学生 官僚习气之重 干嘛 我已经当二了 我已经当上部长了 而且我对你们有愿意性了 小孩也在虚荣攀比 朋友们 很多同学的自卑远在哪里 有啥自卑啊 我穷咋啦 我穿个布鞋咋啦 我家没钱咋啦 为啥自卑 就是你心里面那个虚荣和攀比在作祟 如果你没有虚荣攀比 你自卑什么呀 你是你的我是我的 你拿着你的什么肾瘤 我拿我普通 那啥了吗 我拿我联想很好啊 我讲到这里以后 社会的风气已经渗透的 甚至在年轻的一些群体里面 很纯洁的 应该是国家的希望的这个群体里边 都已经开始堕落 你说朋友们能不忧心吗 还有很多小孩一提国家 就开始咬牙切齿 你也扪心自问 我们每一个人都扪心自问 咱是个啥东西 咱有什么资格指责人家 所以我就给那个小孩 一谈官僚腐败的时候 哎呀呀切齿 其实如果真让他考上公务员 他可能比别人不知道坏多少 只是因为他没有机会而已 多可怕呀 朋友们 如果你要批评这个社会的时候 你要自己要做断的证 好了 通过这个视频 我也告诉同学们 国家的希望 一定要培养每一个国民 堂堂正正的人格 每一个国民的人格都起来了 国家就有希望 还有在座的我们中国政法大学 咱们每年培养的学生 我讲这个是通过这个视频 全国要看 可以说宣传我们学校了 中国政法大学 我们每年毕业的本科生 研究生 博士生 加起来三到五千 朋友们 我们这三到五千的学生 百分之八十的堂堂正正 一身正气 连毕业十年 我们政法大学 就能在全国的司法展现里面 我们就能扭转这个风气 就能把司法的风气给扭转起来 可是不是这样的 开始的那个心都不挣 用这个格无置之 诚意正心 没有正心 他就不是为了国家的公正来的 那你将来培养之后 一切一切的东西进入这个生活 就是为了金钱和权利 到了时候 一旦做了官员 很多人不免要全权交易 有道理吧 所以我们学那个萧逊 说的什么灰法力之利见啊 出人间之邪恶啊 守正法之圣洁啊 那个东西要落实到 不是说大学的时候 就这个形式放在额头上 堵着那几句话的时候 还得想 中国的午饭 怎么吃啊 不是这样子 落实下去